大家好,我是阿灿 为什么广东人做的砂锅焗鱼那么好吃 自从学会了这个砂锅焗鱼鱼以后 家里买回来的鱼鱼就再也不红烧着吃了 用我这个方法焗出来的鱼鱼鲜香滑润 一点腥味都没有 比清蒸和红烧的都要好吃 最主要是做法非常的简单 只要家里有口砂锅就可以轻松搞定 下面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条鲜活现杀的鱼鱼 在买鱼鱼的时候 老板已经帮我给它处理得非常干净 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和贴骨血 都已经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再用剪刀 把鱼鳍给它剪掉不要 鱼鳍上面有一层粘液腥味比较重 而且没有肉留着也没有用 鱼尾巴也给它剪下来不要 接着这把鱼身上没有去除干净的鱼鳞 还有鱼皮上面一层黑黑的粘液 用小刀给它刮干净 鱼皮上面这层粘液又黑又形 不管买回来的是什么鱼都要像我这样 最后再把鱼肉从中间给它切成两块 全部给它切分成这样的大小块就可以 切好再给它盛放入大碗中 想要鱼肉彻底的没有腥味 这一步很重要 往鱼肉里面倒入半瓶啤酒 先用啤酒把鱼肉给它浸泡五分钟 用啤酒腌制出来的鱼肉既没有腥味 而且焗出来的鱼肉更鲜更香 准备几根小葱 把葱白给它切成长段 一小块生姜先给它切成片 然后再给它切成姜丝 切好先放小碗中备用 五分钟之后 再把鱼肉从啤酒里面给它捞出来 再次给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放入一小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 半勺黄豆酱 半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一勺花生油 给它锁住鱼肉里面的水分 切好的姜丝和葱蛋倒进来 再下手充分地给它抓拌均匀 这里我们在抓拌的时候 下手要轻一点 防止鱼肉里面的鱼刺伤到手 全部给它抓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腌制十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子 给它切分成两半 两块去皮的生姜 也给它切成大蒜子一样的大小 再准备两根小葱 切成小段 起葱白的部位就可以 全部切好 再盛放入盘中备用 喜欢吃辣味的 再准备几颗小梅椒 给它切成圈 不吃辣的就不要放 切好也跟大蒜子放一起 接着再往砂锅里面 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再把姜蒜粒辣椒倒进来 开小火慢慢煸炒 把姜葱蒜和辣椒的香味 给它炒出来 一直把姜蒜 给它炒到有点焦黄的状态就可以 然后再把腌制好的鱼肉 一块一块的摆放在砂锅里面 像我这样给它铺放整齐 千万不要重叠 否则的话 焗出来的鱼肉伸熟不均匀 最后再把腌鱼的料汁 全部给它倒在鱼肉上面 上汽之后 再给它盖上盖子 转中火 给它焗8分钟就可以 中途的时候 在盖子的周围 淋上一圈广东美酒 增加香味 哇 这样焗出来的鱼鱼 真的是太香了 给它撒上一点葱花 和红椒点缀 美味继承 鱼鱼的这种做法 一定值得大家试一试 被红烧 清蒸都要好吃 肉质鲜香润滑 没有一丁点的腥味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